微台捐演的第二天 今天这个感受程度 我要说老实话 如果说在台湾 我们的感受程度呢 我可以直接这么说 如果没有看新闻的人 或许没有感觉 就是小日子照顾 班照上 但是呢 如果你有关注新闻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端倪的 中国大陆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那台湾又怎么样来接招呢 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 包含影片当中 有轰6K 影片当中有东风15 不过呢 我们首先先来看 这是今天呢 5月24号 就是微台军演的第二天 大陆的海警 2304的舰队 舰艇编队 早上就发了一个新闻 他说呢 在台湾以东的海域 各位要了解哦 是台湾以东哦 的海域展开了演练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叫做 他开展的是查识别证 警告驱离等科目 之前或许是在金门 真的在台湾海峡中间 但现在不一样 到了台湾东部 那还包含今天释出了 许多的影片 等一下请将军 帮我们一一来分析 力荐出鞘 剑指台独 那么演习现场 还有一些特写的影片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天呢到底中国大陆包含了解放军东部战区 5月23号5月24号就为期两天的围台军演 叫做历届2024A的演习 很多人在想接下来会有B吗 会有C吗 那同时今天最新消息是在微博公布了演习的3D模拟动画 就是呢演习如果有火箭军出动 那加上陆海空四种兵力 瞄准的地点台北花莲外海 还有高雄三个地区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模拟海陆空火箭军四大兵种 向台湾发射大量飞弹 更集中落在台北高雄花莲地区 这一分多钟的动画强调针对台独要毁及断 毁台独支撑柱及台独大本营断台独输血管 并模拟如何轰炸台湾 而稍早释出的动画则是描绘围台战巡演练动画 多架战机舰艇海空包围 也显示出解放军更靠近华东沿海 大陆官媒央视则是播出 解放军向我国海军937舰喊话内容 中国台湾937舰 大陆海警在这次演习中 更罕见出现在华东开展综合执法演练 大陆官媒报道指出 这是对台湾本岛明确执法权 外界推测可能会成为 所谓反切香肠的新常态 而我国国防部也公布大量跟肩驱离的画面 其中就包括马公军舰监控共舰的西安军舰等 而空军则是派出F16战机与天宫飞弹部队持续保持警戒 国防部强调面对中共东部战区不理性挑衅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 国军官兵秉持备战不求战 应战不避战来守护家园 接下来帮我们摔一排飞机 让我们隆重的欢迎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重量级来宾 张彦廷 张将军 益政好 大家好 那将军你刚看到了这个 包含了这个模拟的影片 3D的影片 那也穿插着一些真实的演习的影片 你怎么看这一次解放军在影片当中 因为今天最新是有这模拟影片 所释出的讯息呢 他是要暗示什么 因为他刚才讲的就是 这反台独嘛 因为他刚才有捣蛋出来 但是这个是因为他模拟动画 模拟3D的 所以这个是 因为这一次他只有 立刻宣布就立刻实施演习 没有事前公报 所以他还是不打导弹 打导弹你要提前三天七十二小时 因为国际航路 你明天航路在那边啊 你不提前按照国际规范 对 陪洛西来的时候提前三天他公告 最少要三天七十二小时 因为他修正航路啊 不然你这个是演习区 那我就修正航路离开 那你没有公告 你就立刻宣布 立刻就实施军演 那你没有公告 那你这个导弹一过来 刚好打到国际航路上面 迷航机 万一家园人在上面怎么办 刚好你 那看完也很难讲 那炮弹不长眼的啊 飞弹也不长眼啊 你就飞机上上面飞 刚好这样 所以他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军 有点实际上 他是石兵石装 武器装备 石兵石装 那第二阶段 你刚刚讲到的2020A 这是科目3 那科目1 就是石兵石装嘛 A嘛 那B的话就是活力演习 那C的话 复达电子环境下的作战 所以他科目1 科目2 科目3 就ABC嘛 你不然加个A干嘛 你会加个A 对因为平常演习 没有在什么A的 对对对对 他加A不是大A 他弄小A 那当然会有小B 小C出来啊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以后变成常态 最重要这一次的话 他把台海内海化了 对 你看他已经 他已经把那个到花东外海了嘛 台湾东部就是花东外海 那所以花东是重点 所以现在已经 不要说什么海峡中线了 不止中线没有了 连台东都被花东去了 而且他花东你知道很近 对 为什么 花东是战力保存 战力防护 应该战力书签 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 那他把他破了 压得好近 那这样的话 他想要破 这个台湾的国军啊 他你不是要战力书签进去 他有这个山 他有山洞 有山洞机库 有山洞油库进去 你通通进去的话 我在外面把你封住 你本来战力保存 现在被你战力修课 为什么修课 通通让你出不来 被封住了 你要保存我让你修课 对 是这样子 你看他是有个套路的 因为中国大陆 他经过甚至熟悉不熟 我演习 即兴是想法就演习 不是这样子干的 他有一个相关的 很缜密的 我们大家先开参谋会议 怎么样来 这个兵力要多多少 然后活力怎么分配 然后这个演习区域怎么发分 哪边是海军的 哪边是空军的 哪边是海警的 要发分好 不然你会重叠 所以之后 你这个跟活力是有相关 一个演习是很缜密的 他有好多 有几千个要去准备的 从情报 人事 作战 计划 通知店 各方面的配套 还有联络 还有联络的话 纵向联络 横向联络 太多了啦 张将军昨天也有提到 因为大家也很好奇 从520之后 其实我想问一题 这个很多人想问 中国大陆到底准备多久 还是他就真的是 520之后三天成军 您觉得呢 因为他就讲过了 招之即来 来自能战 战之能胜 是这个样 招之即来 我招人就过来了 就不要等时间 所以他这次等于是让大家看到了 直接验证 所以你看从520到523 三天马上就成军 而且你要知道 他立刻宣布 7点45宣布完毕 立刻演习 没有说我后天 我大后天有一个演习 没有直接做啦 所以我们台湾有没有掌握 如果7点45演习 那我们7点中心成立 紧急应变中心 为什么 因为他要演习 所以我们应变中心 没有我们要下晚才成立 因为没有掌握到 你有掌握到的话 我跟你讲 我已经掌握到了 你要7点45 我6点45成立紧急应变中心 那么厉害 在宣布前就成立 结果你到宣布到中午后面下午才 那表示说你有掌握没掌握 你看这个猫蛎 你看这个时间差 你要有一所本 你知道 你分析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节奏 要有个动识 要有逻辑 要有依据来分析 你才能够客观 要不然说 那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分析 怎么做这个决定 对 那我们现在看了 它这个飞机的照片 这架飞机 你要知道这歼16 歼16 对 这歼16 你要看它最右边 他看不清 对对对 那个挂那个弹 对对对 下面下面 这是挂什么 我认为是R拐拐 R拐拐是反辐射飞弹 我说 那个不是空对空飞弹 我说 这个东西空对空 对 你把它放大 我说放大 这个不是空对空 不是PL-15 所以它是用来打击 地面目标 专门打雷达战的 把你打虾 先打虾 我跟你打虾 你变成盲人 你怎么打虾 完全就看不到 你根本不知道 他先挂的是反辐射飞弹 我说 这个不是空对空 样子很像 但是反辐射飞弹挂起来了 那像说反辐射飞弹大什么 不是打飞机的 专门打雷达战 因为他知道你有电磁波 你的电磁波出来 我对你的电磁波就过去了 所以你等一下关掉 你关掉没有电磁波嘛 你一打开我就把他打虾掉 那这次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要请教张颜庭将军了 因为这一次国防部署宣布 在围台军演 第一天的时候 49架军机 26架船舰 在台湾周边活动 就包含了看到照片的 飞弹驱逐舰 江岛机护卫舰 海警船等等 但是问题是 49架的军机 刚讲到了歼16 那歼20到底有没有呢 我们抓得到歼2 我们看得到歼20吗 歼20抓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量子雷达 怎么抓 真的吗 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抓不到歼20 怎么没有量子雷达 我们的是电 我讲过了 我们是都普勒脉冲雷达 你脉冲雷达怎么去抓 抓那个 脉冲雷达打到坡雷达 回来我就收到了 这是都普勒脉冲雷达 是这个样 结果你打过去都跑掉了 乐山雷达也抓不到 抓不到 那是 它是强迫雷达 长城强迫雷达 它是X-band 它是8000兆赫 它很强 你不要站在它下面 旁边 它像照X光一样 一直在照你 那是强迫雷达 因为它X-band X-band X-band的话强迫 8000兆赫 我讲的是兆赫 不是百万兆赫 是兆赫 不是百万赫 兆赫 8000兆赫 1万2000兆赫 这个东西 这个是强迫雷达 不一样 那扎不雷达打上去 也散掉 是这样 可能要很近才看得到 因为它远到 就是非常靠近了 拨打出去才看得到 你就是这张纸而已 飞机都好大 就看起来就是一张纸 那跟老鹰一样 那不是跟老鹰一样吗 老鹰就那么大 是这样 你看得到看不到 等到你看到的时候 已经濒临沉下了 对 因为你是雾茫茫茫 等到看到的时候 啊 那么近 是这个样 因为你前面 在那么近之前 你统统看不到 因为它逆中战机 就是把这电子 最终波把它散射掉 还有一个它的涂料 它的涂料是吸 吸雷达 把它吸掉 我把你散不掉 散的都给你散开 然后又用不掉 还有一个你要去抓这个 有一个啦 就是说你证明不好抓 你要抓侧面 因为侧面比较容易 侧面大 看到你侧面 你正面 你知道 侧面的我们叫做这个 我们叫投影 投影小 所以正面看不到 过来你看不到 你如果你要放在侧面的话 你要这样子看 才看得到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 就是一个 我们就IRST 红外线的搜索追踪 洗头有没有 那你觉得 49架军机来的 都是哪一些军机 军机我们讲到了 刚才讲到歼16 歼16这些 还包括了我们想到的P8 P9 就是我们讲到的 运8跟运9 运8运9的反潜 反潜都抓到了 还有包括了这个苏凯 还有11B 11C 还有轰6轰炸机 是这个样 尤其是 116我刚看到 有照片我有拿到 在空中所看到的 这照片 我判断它的距离还蛮近的 大概1000英尺 1000英尺是什么样的 1000英尺大概300多公尺 我说这个距离很近 300多公尺到台湾 你看他的军舰 全部都拍到了 对 有没有近 很近啊 以前的时候 什么4巨外 现在都4巨内 那全部都4巨内 对这完全都4巨内 所以他已经到这边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已经抵近台湾 非常近了 那已经抵近 你24海里了嘛 就是在 你射我旁边了 对我就到你身边 你要不要拦截 当然要出头拦截 那我就刚好照相 然后已经靠非常近了 他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抵近呢 他要抵近是他执行他的 这个我们讲的 因为联合利监 联合利监就是 常态战备进去 所以这是不是可以 内海 解读为 解放军也在看 如果我出动了我的驱逐舰 我出动了护卫舰 你台湾怎么因因 对你要怎么因 我投机资料大数据 你进我也进 两个就在一起 因为我们进 是不让他再进来了 那他进他要执法 对 他要讲的 就是他执行他的 那个联合利监演习 请你离开 不要干扰我 是这样子啊 所以两个都有照相 他照我们 我们照他 结果你照我 我照你 一样的道理 是这样 换句话说 他这个有点 要将台海内海化 刚才 有点武当的PK的叫进了 医生你刚刚讲 他已经到花东去了 那就是把你框进来 台海内海化 要进 进就是抵径 而且我这次想 他这次最针对的是花东 对针对是花东 对 因为你要战利保持在那个地方 我刚好就让你战利休克 通通关在里面 会变成这个样 所以他有一些猫腻在这个地方 然后准备非常快 刚才你讲了三天 直接520 那523我就做 而且一宣布就开始做 所以这次不会打导弹 导弹的话要事前公告 不然打到航路那不得了 所以这次的导弹是用3D影像 他有一个模拟的 还有一个他可以议定演习 他在那个内蒙古的 我们讲到 诸日和演训场 1200平方公里 我在那边做训 只是说我不要在这边 因为这边有航路 国际航路不可以 到那边训练 或者到甘肃的顶星训练场 我在那边打 打这个地方 或者我在浴门 打到塞汉淘来 新疆有塞汉淘来 是专门给导弹的 他的导弹拔场 你在命中 他上面有个 有个大的三环拔 看命中哪里 其实刚好命中原型 刚好 然后他爆炸的时候 刚刚刚刚 钢筋混凝土会 那个几公尺半径 然后多深 这个深度 是这个样子 那塞汉淘来也好 甘肃玉门也好 甘肃的顶星训练场也好 或者是内蒙古的 诸日和演训场 我就一到那边训 就打导弹就好了 我就一到那边打火箭炮 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直接搬过来就好了 所以这次 包含大陆的国防大学的教授张池 他也认为 这次叫反切香肠的新常态 因为离岛都化进去 演习有新突破 因为乌丘跟东营 我们台湾的外岛 尤其东营上面有很多 我们的阿兵哥 另外台湾一旦被围困封锁 很容易导致经济崩溃 那今天特别 将军我们再来看一段影片 大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今天下午又公布了一个影片 他宣布了到底有哪一些 参演的这个武器跟军火 就我们画面当中现在先看到的 包含了空军的轰6K轰炸机 那以及火箭军东风15导弹 在这次的演习画面当中都看到了 这个是远程打击力量了 所以呢在这个影片的片尾 就出现了这个东风导弹 东风15型 那这一次呢 也让大家看到了 好导播帮我回来 这一次是不是其实有一些武器 看起来好像不是针对台湾 看起来好像是针对外援 你们不要乱来 就反接入欺域巨址 东风15就是啊 你看到东风15他一起来 打台湾不用东风15吧 他就原火就打台湾火箭炮就好了 你拿PLO洞3或PLO191 或者卫视2D就好了 卫视3 卫视3也可以啊 你知道一上来到 你两者要定位就要是定位 因为回来的时候 这是高超音速 对来下来 那澎湖在跑啊 你这刚好是校正这样子 碰撞 那像是东风两四在打那个 西沙群岛那移动海上船线 就是这样 东风两四跟东风两六 他做过这方面的印证 对从新疆 他好像是一个从新疆射 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地方射 两个地方过来 到南海西沙群岛 这个叫民众 同一个目标 对民众海上目标 因为海上目标会跑 他不是固定在那边 他在航行嘛 你起飞的时候在这个 你的发射才在这边 但是你到目标去 他已经跑到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针对美国 那你打这些移动目标 而且我们知道 这些导弹的价值蛮高的 你要打高架目标 你如果打那个军舰小巡的 你会得不偿失 所以专门就是来打航母的 你要打航母还中弹 而且航母会瘫痪 那这个是不是 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 这方面的用法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刚才也有看到 这个红6K起飞 红6K起飞 那远方就是红6K 把这照片弄进来 这就是圆火 圆火绝对它战略 你看他这次讲到 动员陆海空火箭军 火箭军干嘛 就是圆火 导弹就是它的 还有这个 有时候巡异飞弹也归它 巡异飞弹有两种 战术巡异飞弹跟战略 远程的巡异飞弹 可能就是圆火 还有当然会动用的核武 核武也是属于火箭军 火箭军来的发射的 但是这一次 其实根本就不用秀到这个 包含昨天我们看到了 这个粤海所谓的杀毒神器 我们看到了很多 像是东风快递 像是这个052D 其实很多专家也都分析了 这些其实目标并不是台湾 目标是境外势力 就刚刚将军讲到的区域拒止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国际媒体还有其他国家 是怎么看这一次的围台军演呢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剂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何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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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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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